Hello everyone Today, my name is Samson Today, I am going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Kung Fu Panda 1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Pizza Pizza客的男生 他的店里是 Kung Fu Joma Big D 這裡面的角色有大師阿波、龜大仙、翹小龍、領賀、殘暴、阿波的爸爸 阿波和他的爸爸都會賣湯麵 大師龜大仙、翹小龍、領賀和殘暴都會功夫 我覺得好老實是大師 因為他都很了解我們 知道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我不贊成阿波的爸爸隱瞞 阿波不是他親生的事實 因為有煩惱就說出來 我認為阿波在爸爸的面殿打工 他不開心 因為他想學功夫 我覺得可以分成字段落 第一段是阿波找到桃樹 第二段是阿波練功 第三段是殘暴打敗幹事五下 第四段是殘暴被打敗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的感想是 我覺得不要半途而廢 因為只要努力就會有結果 請記得要幫忙按個讚